医保知识科普,无险为什么变四险? 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,是保障职工社会保险待遇,增强基金供给能力,提升新办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。 为什么这两个保险合并会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呢?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总体思路。 保留险种,保障待遇,生育保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险种,仍然保留。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,不会增加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,职工生育期间,生育保险待遇不变。 在这儿,首先不会增加负担,因为本来生育保险呢,我们员工个人是不用缴纳的,都是由咱们单位缴纳。 另外就是你必须查一下你以前的缴费记录,以前呢,单位交它是有两条的,有一条是生育保险,有一条是医疗保险,各缴各的,然后各按照各自的那个比例来缴纳。 现在呢,你去查缴费记录里面只有一条,它就全部都是我们的医疗保险。 难道我们的生育保险就不交了吗?其实不是的,你生育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呢,直接并和生育和那个医疗直接并在一块,并在一块。 那么你这一条记录里面包含了两个形种的缴费金额。 简单一点,就以前两条记录,现在一条记录,金额都是一样的。 啊,所以说这个负贷也不会增加,跟以前交费情况都是一样。 来看一下这个总体思路当中的统一管理,降低成本。 它是通过实现两项保险,参保同步登记,基金合并运行,针脚管理一致,监督管理统一,经办服务一体化,提高行政效率,降低管理运行成本。 还是主要强调,两个保险合并实施,它不涉及生育保险待遇政策的调整,待遇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,而是在管理运行层面的一体化。 我举个例子,你比如说,一个孕妇,她在怀孕期间,又不小心生病,发烧了。 感冒发烧了,她生病了。 这一块,在合并之前,报销起来是比较麻烦的。 我们一般都知道,你生病了,你就找医疗报销。 你如果说是生下孩子,你就找生命报销。 那么你又生病了,又在怀孕期间生病了,那你是找医疗报销,还是找生命报销吗? 以前呢,你得把你的就诊单子留好,提交到相关的部门。 他们能进行相关的审核,区分,报销时间长,流程还比较繁琐。 现在合在一块了之后,她就简单了,你去医院的时候,拿着你的社保卡,你不管看啥,你不管是什么时候,有没有算数时期是吧,直接刷案的医保卡。 刷案之后,她就统一支付了,统一进行了资金,她合并运行嘛,她在报销这方面,她就非常的快,非常的定点。 而且,思路中也说了,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,它在运行操作层面上,本身就具有合并实施的条件。 你不管是生育,还是医疗,都要跑到医院去嘛,都要就医,对不对? 这两个合在一块,现在破销,大家都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快捷,方便。 来,看一下主要政策,四个统一,两个确保,统一参保单纪,统一基金针角和管理,统一医疗服务管理,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,确保职工在生育期间和生育保险待遇不变,确保制度。 关注我们不迷路,欢迎点赞,评论,转发支持。